就叫他滾回去 中國大陸就好了嘛 當然是不好啊 怎麼只幫軍公教 痛批政府簡直是綁裝 明明不少縣市都快發不出薪水 但軍公教幾乎確定 7月要加薪 如果說現在執政當局 是為了要所謂的選票的考量 來所謂的要替公教人員加薪 我覺得那執政黨 他是獻我們的公教人員 以不利 以不易 所以是不是會有變相的買票之嫌 根據計算 軍公教加薪3% 中央政府機關預算 就要增加200億 地方政府也要多負擔100億元 那地方政府的話 如果配合中央的政策 去增加還有人事分用的支出 當然會是雪霜加霜 以苗栗縣為例 換算成營養午餐 300億元可以給5萬個 中小學學童免費供應超過60年 一邊跟我講說 我現在要完蛋了 我薪水也發不出來 但是等等我們的錢 好像沒有要篩減 好像沒有要配合減少的狀況之下 無以伏眾 舉例來說 一位具有研究所學歷的年輕人 平均起薪約3.2萬 不但比不上剛取得高考資格的4.3萬 也比不上普考資格的3.6萬 如今還要調薪民眾情何以堪 我覺得政府應該提出所謂的加薪方案 不是只有針對所謂的公務人員 去加薪的所謂3% 那難道我們的所謂的勞工階層 那一樣還是要所謂的低薪 還是一樣的要過勞嗎 透過軍公教的加薪 可以帶動民間的加薪 然後我們的整個經濟內需就會起來 內需起來之後 我們的稅收就會增加 但是過去的一些時政告訴我們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效果在 如今地方財政告急 台灣經濟也陷入衰退危機 大選前夕 軍公教在先調薪議題 市井小民恐怕難服氣 東森 財經行為張家軒 吳宥樹 台北報導